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小东托邦 上期节目咱们聊了西藏的红化之谜 事实上在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还有很多用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 一些目不时钉的小孩一觉醒来 竟然能够吟唱几百万字的英雄史诗 他们这种神兽的说唱技能 被当地的藏民们认为是浮藏的体现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西藏的浮藏之谜 以及说唱艺人 故事要从1989年开始说起 这一年斯塔多吉出生在西藏昌都 边贝县的一个牧民家庭 原本可能过着普通放牧生活的他 却因为九岁时的一场传奇经历 改变了此后的人生轨迹 那时斯塔多吉在住宿学校上小学二年级 一个普通的夜晚 斯塔多吉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他梦见自己来到了一片美丽的大草原 风吹草地见牛羊 空中还有彩虹 此时远处两个骑着骏马的人 边说话边来到了斯塔多吉身边 并且告诉多吉说 他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还说斯塔多吉今天能够来到这片大草原 是一件吉祥的事情 说吧 这两个人给了斯塔多吉很多厚厚的经书 还让斯塔多吉把这些经书给吃下去 告诉斯塔多吉说 回去要传承他们的历史 说吧 这两个人就朝着彩虹的方向 骑着骏马飞驰而去 而此时斯塔多吉也被学校的老师给摇醒了 从睡梦中醒来之后 斯塔多吉恍恍惚惚觉得 这刚才做的梦实在是太真了 以至于他在课堂上注意力都无法集中 旁边的同学问他说 你没事吧 是不是生病了 斯塔多吉说我没事 就在老师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 斯塔多吉突然之间感觉 头顶好像钻入了一股暖流 胃力波涛汹涌 眼前浮现了很多自己都不认识的藏族文字 斯塔多吉猛的一下站了起来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诧异眼神中 整整说唱了两个小时 旁边的同学都说 这家伙该不会是疯了吧 9岁的斯塔多吉在课堂上第一次说唱完毕之后 老师告诉他 他刚才唱的是《格萨尔王传》 这也是斯塔多吉第一次听到《格萨尔》这个名字 从此斯塔多吉成为了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 根据老师所说 斯塔多吉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优异 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 能够滔滔不绝地说唱出大段的《格萨尔王传》 简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后来斯塔多吉甚至可以连续说唱 一天一夜不吃也不喝 进入了一种完全癫狂的状态 小学毕业之后 斯塔多吉原本打算回到家乡去放牧 但是在边备县政府的积极全说之下 他决定继续学习 2014年大学毕业之后 斯塔多吉留在了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工作 负责录制和书写《格萨尔史诗》 2017年斯塔多吉获得了藏语言学专业的硕士学位 成为了目前学历最高最年轻的《格萨尔说唱艺人》 也是在后来的说唱中 斯塔多吉渐渐意识到 第一次进入自己梦境的两个骑着马的人 似乎是《格萨尔王》手下的两个心腹大将 星巴将军和丹马将军 《格萨尔王》在藏族的神话传说中 是莲花生大士的化身 一生降妖伏魔除暴安良 南征北战弘扬扬佛法 统一了150多个部落 是藏民们心中引以为豪的旷世英雄 藏民们深信《格萨尔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说他出生于公元1038年 末于公元1119年重返天界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 根据说唱艺人已经营唱出来的部分 被整理成了120部 合计100多万行诗 2000多万个字 仅篇幅来说 《格萨尔王传》是河马史诗的50倍 是印度最长史诗 魔后婆罗多的5倍 这还仅仅是《格萨尔王》已知的部分 根据内容 《格萨尔王传》可以分为 《格萨尔降生》部分 《格萨尔降遥触摸征战》的部分 和《格萨尔返回天界》 其中征战部分的内容最为宏大 2006年 《格萨尔王传》被国务院批准 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年 《格萨尔王传》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而这部英雄史诗 如今能够整理成策 全靠和斯塔多吉一样的 100多位西藏说唱艺人 著名的扎巴老人 就是其中的一位 1903年 扎巴也是出生于西藏的昌都地区 8岁那年 他去深山放牧的时候 突然失踪了 家人苦苦寻找扎巴都不见踪迹 最终几天之后 在家附近的一块大石头后面 发现了昏睡的扎巴 扎巴说他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究竟睡了多久 只记得自己做了一个梦 恍惚之中 好像来到了一片 非常美丽的大草原 有一个骑着骏马 皮肤优黑的将军 来到了他的身边 告诉他说 要把他五脏六腑全部都掏出来 给他换上新的 这样他就可以延年益寿了 说吧 将军把扎巴的五脏六腑 掏了出来之后 放入了格萨尔史诗 还告诫他说 以后要为后事吟唱 从此就功德无量了 扎巴跟着父母回家的路上 嘴里已经开始说着 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了 当时村里的很多老人都觉得 这孩子肯定是丢了魂了 不知所措的扎巴的父亲 带着他来到了边贝寺 边贝仁波界 看到扎巴痴痴的样子之后 喜出望外 跟扎巴的父亲说 不用担心 孩子没事 让他在寺里住几天吧 三天之后 扎巴从边贝寺出来的时候 已经恢复神志 而且已经可以流利地 控制自己的说唱了 扎巴所说唱的 正是《格萨尔王传》 之前它是一个大字都不识的 1986年扎巴老人去世 他生前一共说唱了 25部《格萨尔王传》 近60万行诗 600多万个字 由西藏大学研究所录音整理 类似的说唱艺人 还包括西藏纳渠的玉梅 青海玉树的达瓦扎巴 青海唐古拉的才让忘堆等等 那么说唱艺人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他们又是如何获得这天赐神力的呢 福藏是从藏文的爹马意思翻译而来的 有珍贵和值得保全之意 顾名思义就是将非常珍贵的东西埋葬起来 待日后时机成熟重新发掘出来 1300多年前莲花生大士到西藏弘扬佛法 成为了藏传佛教的始祖 可当时莲花生大士发现 由于时机尚未成熟 以当时藏人的知识意识和文化水平 无法接受密法 于是莲花生大士在离开之前 将佛经 法器 佛具 全部都埋藏在了不同的领域 待日后有缘之人将其发掘出来 重新弘扬佛法 故称福藏 此后西藏也确实经历过 两次比较大的灭佛运动 一次是朗达玛灭佛 另外一次就是文革 朗达玛灭佛发生在公元838年到842年 朗达玛是土坡王朝的末代战部 他发起的灭佛运动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朗达玛的上一任战部是赤热巴金 在位期间大力发展佛教 规定平均每七户平民要供养一位僧人 赤热巴金认为 如此以来可以让僧侣们潜心修行 不务旁骛 可是这七户养僧的制度 导致僧侣数量激增 民间的百姓们因为重税苦不堪言 逐渐对佛法心生厌恶 公元838年 一场政变中 赤热巴金被杀 朗达玛被拥立为赞部 此后土坡王朝中一些显贵要职 都有反对佛教的贵族们把持起来 灭佛运动也应运而生 寺院被封闭或者拆毁 佛经遭到焚烧 僧团解体 佛教僧人或被杀 或遭流放 或者被迫还俗 所幸朗达玛的灭佛运动只维持了仅仅三年 可是这仅仅的三年 也足以让西藏的佛法元气大伤 16世纪之后 在西藏地区涌现出大量的佛藏 佛藏大体来说可以分为三种 书藏 圣物藏 和石藏 所谓书藏指的就是佛经 圣物藏指的就是高僧的法器 法具 或者是遗物等等 这些东西被埋在暴流山岩等隐蔽的地方 带有缘人发现 而最为神奇的佛藏其实是石藏 当某种佛教经典或者咒文 在遇到灾难无法流传下去的时候 就由神灵将其埋葬在某一群人的意识深处 以免失传 待日后时机成熟 这群人的智门被开启 深深埋藏在意识深处的一些佛法 就会涌现出来 而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艺人 就是石藏最好的体现 在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这本书中 将西藏的说唱艺人分为了五个不同的种类 第一种就是我们视频开头所说的神兽型说唱艺人 这一类艺人 他们脑海中的格萨尔王传 大部分是从梦境中得来的 他们说他们所记忆的格萨尔王传 既不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 也不是从老师那儿学来的 好像就是做梦的时候 有一个神明把这些故事装进了自己的脑袋里 一觉醒来之后就能说唱了 而这一类说唱艺人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此前有很多人都是目不时钉的 第二种是文之艺人 文而知之 也就是听别人说唱 听着听着就会了 这一类说唱艺人 更像是一种后天席德的技能 而第三种说唱艺人 被称为是吟诵艺人 也就是照着本子说唱的 这一类艺人 他们有文化 懂得藏文 而且还知道多种格萨尔王传的曲调 而第四种被称为是绝藏艺人 也被称为绝藏师 这类艺人的数量非常的少 是福藏中 书藏和圣物藏的有缘人 刚才我们提到 当佛教面临重大灾难的时候 一些高僧或者是上师 就会把佛教的经典 法器和佛具 埋藏在深山岩洞 或者一些其他比较隐蔽的地方 带日后有缘人去发现它 而绝藏师就可以感应这些宝物的所在 从而把它们挖掘出来 故称绝藏师 第五种艺人被称为是圆光艺人 他们在说唱史诗的时候 需要一个铜镜 然后在前面放一些他们认为应该供奉的东西 撒上一把青柯到铜镜上 之后他们就可以在铜镜上 看见上面浮现出来一些图像文字 以及格萨尔王史诗的诗行 他们需要将这些诗行给抄录下来 之后就可以说唱了 毫无疑问 在五种说唱艺人中 神兽型说唱艺人是最为不可思议的 那么抛出宗教信仰 我们能不能从科学的角度 给这些说唱艺人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呢 著名格萨尔学专家 蒋边加错先生 曾经提出过一套完整的理论 来解释说唱艺人的神兽记忆 将其归纳为六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是我目前所找到的最完整 最令人信服的一套论书了 根据蒋边加错先生所说 说唱艺人的诞生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们长期的生活环境 早在远古时代 说唱已经作为一种民间艺术 在藏民中流传 他们通过说唱 描述生活 抒发感情 讲述历史 格萨尔王传这部古老的英雄史诗 它所包含的内容 从民间的历史 文学 天文历法 再到宗教观念 可谓是一部百科全书 包含了藏民们生活中 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而这种影响 代代相传 经久不衰 甚至渗透到了藏民的 骨血之中灵魂深处 其次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主的 西方学者提出了 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的理论 也为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艺人 提供了心理学依据 弗洛伊德将人的内在心理结构 分为意识和潜意识 用一个巨大的海岛打比方的话 意识就像是浮出海面的那一部分 潜意识就像是水下的巨大岛根 此后荣格在弗洛伊德的 潜意识理论上 又提出了集体无意识 或者叫做集体潜意识 集体无意识就像是人类经验的储蓄所 人类祖先在进化中所积累的文明和经验 会沉淀于每一个人的精神的最底层 为人类普遍所有 就像是巨大海岛下面还有一大片海床 它包含着祖先遗传下来的 所有思想和行为的全部模式 这种集体无意识 虽然深埋人类精神的最底层 但是又无时无刻地 不再寻求着表现形式 宗教 艺术 文化和梦境 就是集体无意识的一些表现形式 如果根据荣格和弗洛伊德的理论 来尝试解释格萨尔王传说上艺人的话 那么悠久远古的藏族文化 就像是一大片海床 而格萨尔王传只是海床之上的一个岛根 那些说上艺人就是岛根浮出水面的小岛 看似不可思议 无法解释 然而只要海床和岛根存在 那么海岛浮出海面是一种必然 然而仅靠环境因素和集体无意识 是无法造就一位优秀的说上艺人的 他们还需要非凡的艺术天赋 以及超长的记忆力 对常人来说 背诵十几部甚至几十部书是非常困难的 你让一个作家或者是诗人 去一字不落地背出来自己的全部著作 恐怕都没人能做到 那么说上艺人是如何背诵下来 几百万行的英雄史诗的呢 咱们都知道人的大脑中有140到160亿个神经元 每一个神经元都和其他数千个神经元交叉相连 相当于一台微型电脑 人脑总体的运行速度相当于每秒 一千万亿次的电脑功能 可容纳全世界七千亿册图书的全部信息量 人脑的潜能是非常大的 只不过我们一般人只用到了大脑5%到15%的潜能 正常发育的儿童在12岁的时候 脑容量就已经达到了1400克 跟一个成人的脑容量非常接近 也就是说十几岁的儿童已经具备了成人记忆功能的硬件条件 那么那些说唱艺人长期生活在藏族地区 长期耳濡目染 潜意识中很有可能早就已经吸得了格萨尔王砖 需要的只是一个契机去打开他们的智慧之门 而这个契机就是梦境 很多神兽型说唱艺人都提到说 他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一觉醒来自己的智门就被打开了 以前提到梦境 我们总是喜欢把它和鬼神灵魂之类的联系在一起 可是随着现代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 我们逐渐知道 梦作为一种创造型的心理活动 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大家可能会有过这样一些经历 就是你白天去思考一个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 好像突然想到答案了 很多艺术家也是从梦境中得到灵感的 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就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摄像机 它会无时无刻地录下来周围所发生的一切 只不过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大脑究竟录了些什么 说唱艺人的梦境就像是某种刺激 某种契机 唤醒了之前录的关于格萨尔的记忆 除了上述的这些因素之外 格萨尔王传本身的艺术结构和银颂形式上的重复也非常便于记忆 虽然说整部英雄史是有一百多万行 但是其故事脉络十分清晰 天界 人界 龙界 战争的起因是缘起 此后格萨尔降生人间 开始降遥出魔 四处征战 这是故事的主体 之后格萨尔完成自己的使命 重返天界 这就是故事的结束 只要记清了人物 时间 地点 战争时所使用的武器 战马 名称和特点 中间即使漏了一些段落也无关紧要 不会让整个故事讲不下去 当然了 这些都是我们尝试从科学角度去寻找的一些合理解释 至今为止 说唱艺人的记忆之谜仍然是没有定论的 在藏民们心中 这些人就是受到神之启示的天选之人 不过毫无疑问的一点是 每一位优秀的说唱艺人 都为藏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最后在这期节目后面 我想为自己拉一下票 最近我在参加一个喜马拉雅的人气播客评选活动 凡是参与投票的小伙伴们都有机会赢得Airport 上次抽奖没抽到的小伙伴们 这次可以试试手机 我把投票的链接放在联系之顶了 方便的小伙伴们可以帮我投一票 如果嫌麻烦的话就算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